今早的個案,我講過一半 她的腰非常痛 我今早少拍了一張照片 因為我留意到她的一件事 她的唇膏是脹得不得了 脹得,不是她,是我的病人 她這個位置脹得好像 唇膏翻了出來 好像翻了出來一點點 而這個點是我用來治作不神經 和腰痛的特效點 我告訴大家 如果一個人,這些位置比較凹凹 她的淋巴是不錯的 這個位置 如果有不正常的瘡山在這些位置 是淋巴的毒素 有些人偷食物抹嘴,瘡山到處都是 這些就是瘡疾系統 這個圖是研究美學的標準圖 她說的是最標準美人的輪廓的比例 所以她把這個孔子貼套下去 就是這樣的線條 所以你覺得它漂亮 因為它有這種比例 給大家知道一點點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很多個例子 因為這些是多到不得了 我已經拍到不久了 太多了,包括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經常 剛才我提到的個案 就是流鼻水 我們最近也做了一個 她從深圳下來的 就是看什麼呢 就是流鼻血 流得很誇張 原來她的鼻血裏面 也是有水癌 一個小朋友 她自己是在救自己的方法 當我們能夠把水癌的源頭截斷 其實怎樣呢 她自己會收 或者她排得夠乾淨 又沒有源頭再來 她就會收 中醫去講 不正常的出血 中醫叫做其不廣活 皮不恨願 皮不恨願 皮要自育情 深胸皮要成育情 皮不恨願 OK OK